首先怎么防呆,我先把做好 比如说刚刚是没有防呆 我先把这个先删掉 这个旧资料先删掉 这个是不OK的资料 把这个资料先删掉一下 好,然后再来回到这个地方 那我这边是已经先把那个程式先贴上 我先让一下 像刚刚没有防呆就错了 现在防呆新增 请输入姓名,一定要输入 游标也给他放在上面 所以这里的话就打滴滴滴 OK,按个新增 但底下还有三个没输入 有没有,他会一个个检查 你答案考核也没有加,不能输入 然后再按新增 你会发现,他一定要全部填 他有点像一个管家一样 反正你没填,他就一定会警告你 不行,你一定要给我填 而且,哪一个没填 他还会把游标放在哪里 有没有,这个没填,他会放在这里 就你一定要给我放,这边一定要填之后 如果你硬是不填 我就不给你过 反正就有点像你今天去搭捷运好了 你没有刷卡,你当然一定是进不去 你没有票,一定是进不去的 道理一样,如果没有一个闸门 所以这个逻辑判断有点像一个闸门 反正我等下,你没有就不行过 不然的话,你会造成我很多麻烦 OK,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捷运真的好东西 为什么,因为太简单了 反正你能不能做,就是看你有没有票 有票进去,没票就不能进去 这么简单 你出来再刷一下 OK,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也是类似的概念 反正我们就让机器去判断 我们不是,不然以前的话可能要有一个什么 一个检票员吧 很久以前那个台铁门口不是还有一个检票员 还要进去他帮你检票 那你干嘛请一个人在那边检票 你不如用个机器就好了 对不对,就像说现在这个也是一样 我们合户就是用什么 用程式帮我们设定一个闸门 这个是我们写出来的,看不到的 OK,那以后的话呢 你就不用自己在那边做人工的判断了 不然的话,你变成每个每个 你要用眼睛看 那这样怎么看得完 而且资料量多的时候 哇,一定是没有办法 OK,所以你会发现全部填完了 按新增才OK 不然的话过不去,很抱歉 那这怎么做的 特别注意,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非常简单 但是因为这四个 都是写一样的结构 我只是把一样的结构拿来复制贴而已 那怎么改 首先第一个点两下 把程式写在哪里 基本上我是 这个是刚刚从那个云端上贴过来的 本来是这样吧 记得哦 如果说你要写那个防呆机制的话 请各位注意哦,一定要写在哪里呢 请你写在这一些事情,做这些事情的上面 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写在下面的话 那你已经输入了错了,那你根本 所以有点像你要坐车之前,一定要先挡在坐车前面嘛 对不对,你不能说你坐完车出来再挡你 那你都已经到了,已经走了,或者你根本抓不到 所以记得哦,那个顺序应该可以理解吧 OK 然后呢,怎么写 这边的话基本上哦,我们的逻辑这样 那if 所以这边的话,当然第一个,你要想如果什么呢 如果那个什么呢 其中一个文字方块,那个叫什么 textbox 1.test 就是那个里面的文字如果是等于没有的话 等于没有的话 哦,then OK 如果等于没有的话呢,那要做什么呢 then,然后这边先答endif 那其实我们就做几件事情,什么事情呢 哎,第一个,先跳出警告讯息 跟他讲说,请输入,因为1的话是姓名,请输入姓名 再来的话就怎么样 所以第一个,我们如果这个逻辑应该可以理解 如果他里面是没有填资料,就写这样就好了 所以其实很多写法没有想象中那么麻烦 那就跳出警告讯息,警告讯息叫message sg 缩写msg box 这个可能要记一下,messagebox 空一格 给他一根文字叙述 什么呢,请输入姓名之类的 这个可有可闻,后面这个是说你要不要加一些小图示警告 比如说我今天要一个警告讯息的话,就可以加一个什么,逗点之后,选那个vbcritical 这个没有加没关系啊,不过你想说这什么东西啊,等一下我秀给各位看就知道啊 然后再来enter之后,他跳出那个警告讯息,那再来他做什么 那我应该什么,再跟他讲说你哪一个地方没填,所以要把游标放上去嘛,所以其实你可以在什么 把这个test part 1,游标放上去,点什么呢,set,刚刚有用过,set focus 好,enter,所以跳出警告讯息,然后游标放上去,那最后还有一个动作哦,记得哦,底下程式还要不要跑,不要跑对哦,所以记得哦,什么啊,asits 意思就是说,因为你没有填资料,所以呢,我也做了这样,不能够让你程式继续往下,所以edit sub就跳到什么 end sub去了,你不能,不然如果你少加edit sub的话,他就底下一样照样执行,那等于你有档跟没档一样嘛 ok,所以特别注意,这个edit sub主要是让程式不要执行,ok 好,那我们试试看,理论上这个做完之后,姓名OK了 所以你会发现,姓名如果没输入的话,请输入姓名,你会发现哦 这边有个vbcritical就这个,当然没有加,前面就没有这个icon而已 这个不加没有关系,不过你想说,那我怎么知道里面到底后面到底要加什么 其实大概我用过,要不就是XX,要不就是惊叹号,逗点 惊叹号的话就是vbinformation,其他的话说真的,我也比较少用 因为他每一个好像就是,他后面有一些讯息啦,不过他那个按钮继续长什么样子 恐怕你也可以试试看,他有一些讯息,但是不见得是完全照上面 我习惯我刚刚讲,就是vbcritical的XX,就是让他有个警告的一个小图示 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说,1做完之后的话,再来怎么办? 请你把这个复制贴到底下,这个做什么?再把这边改2 然后这边改什么?改答案考核,然后这边改成2 再来就改3,改4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有几个文字方块的话,那你可能就是什么? 后面这几个,你就要再去做一下 在这边有vbcritical,vbinformation,把它用贴的,因为这个都一样 所以贴上去,再做修改 好,那基本上的话呢,我们就防呆就OK了,有没有? 这个姓名,那如果姓名输入了,再来他就跳下一个 这个答案考核,有没有?再下一个,再下一个 好,这样的话是所谓的,如果没填资料,那我们要做防呆 不过呢,也有一种可能性说,第二个防呆是什么? 如果他输入的是AAA,那这样的话填进去,也不对啊 所以如果他填其中一个错误,你会发现哦 可不可以形成,可以吗?会错 看一下 他这个填进去AAA,平均多少? 居然也可以平均的出来,这怎么平均的? 他不容忍太大了吧,应该是翻错啦,如果其他语言 不过这样是不对的,所以怎么办呢? 第二个防呆是什么? 你要判断说,这三个一定要是什么?一定要是数字 如果不是数字的话,挡下来,请输入阿拉伯数字 有没有,OK,那怎么挡? 其实逻辑也跟刚刚一样,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刚刚我讲的,那个第一个防呆 记得就加在这里 然后我是建议最好加一个注解吧 不然因为我们有三个防呆,这个是第一个防呆 所以我在这上面,第一个防呆先建的 再来的话就第二个防呆 其实底下有,判断是否为数字 OK,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当然目前我们想到的大概就是有三种状况 第一个,没输入,这是最严重的 第二个,后面三个不是阿拉伯数字 第三个是,输入的阿拉伯数字不是在0到100之间 通通把它挡下来 OK,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待会再来看 请各位先试着把那个逻辑 所以这个也是跟我们前面讲的逻辑函数 其实有相通的地方 主要就是自己设定一些判断条件 好 好 好